好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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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安穩吧 今天要看到學劉成河 主題有變嗎 沒有變 而且還有人問說大白今天會在嗎 會啦人家是固定班底 之後他會變特別來賓 你是要他在還是他不在 你講出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是打了什麼如意算盤想走啊 我想要用今天最HITTO的打招呼方式 我也想要跟大家打招呼 HITTO很老派 HITTO很老派是不是 現在最夯的 夯的也很久了 今天現在最 最實心的 最新潮 我們可以教我們年輕的用語 潮流 現在走在最尖端的 但是這個用語都很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都是輕力寄生我才會想到的 最HITTO的真的 我知道在廣播網才聽得到這個 HITTO廣播電台才有最HITTO的吧 廣播電台啊 對賣藥的啦 好啦那我們要先選 大家先選我們 我們要先選我們 對我們先選起來 最BANG的最BANG 欸你啊是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 對 沒有我們要打招呼善事 你好我好我好大家都好 這段到底是什麼啊 不是啊你要關心啊 你要關心有一些 總統候選人的一些政見嘛 然後我們他就是接印啊 接一個手勢啊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然後就是結出一個火盾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對很超 超的 有人說超BANG 超BANG 超BANG的 超BANG也有年紀了 超BANG 我覺得超KANG的 超KANG的 你們到底課了什麼 我很好笑啊 你和我和大家都好 對阿 不知道朋友可以去那個 對去看 關心在今天的政見發表 等一下那關鍵字要打什麼才找得到 侯友宜結印 火盾之術 好有結印啊 這是什麼 吸選票之術 吸選票之印 什麼火引忍者啊 我也在看什麼宗教的一些儀式 我有點嚇到 對 我也以為是火引忍者 對 好啦好啦 暖場結束 好啦那今天我其實 其實我們今天主題跟線上的 聽眾朋友講一下 我們要聊就是一些 關於我們頻道啊 就做了在已經五年的嘛 對快五年 五年一月 滿五年吧 對那我們就其中有調整的一些方向啦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聊天室誤我們 我們會盡量回答大家 我們很少聊到 教學相關的東西 雖然我們是一個甜點教學頻道 對 但我們Podcast Podcast都還沒有聊過 就是死不了喔 Podcast就是我們最後一片淨土 只用來罵這些奇奇怪怪的人 反正剛開始有人問說 我昨天怎麼沒有去尾牙 昨天不是我們的尾牙 昨天不是我們的尾牙 對 對 協會的尾牙 因為他每個頻道有 只能最多加一位 所以就變成只有兩位名額這樣 對 然後去年Taco有去這樣 所以今年換大白 對 其實我們去都是吃飯而已啊 我們真的是去認真吃飯啊 蛤 你不是我們最一的嗎 最外向的 沒有啊這整桌都認識你怎麼辦 我們剛好被分配到那個上班不要看那一桌啊 對啊 每個人都認識 你是不是在偷抱怨沒有妹子之類的啊 那上班不要看 也是去兩個而已喔 沒有沒有 他們就群體一起去這樣 欸那沒有辦法 人家說不定是協辦單位啊 為什麼 但是家人的話也要加費用啊 所以說不定他們加了好幾個費用啊 欸那家人不是也只能加一個還是沒有 對 但他們應該是群體有特別通融吧 我覺得啦 應該他們就是已經老搭老鄉熟了 對不對 我們影響力不夠 對啦 沒有沒有 好那希望我們剛好哪一年可以做滿一桌這樣 對 整個夜市點點點 我們正在為了自己公司那一部的尾牙而煩惱呢 對對對 我們剛好今天也在討論我們要什麼時候辦尾牙 對 不會比較久啊 因為 剛好是一月的時候 我們要正式錄現唱課程的東西 對 那也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東西 可能要錄完之後才有心力辦尾牙 所以會在一月底吧 我們希望會在兩個禮拜內把這個現唱課程的真課 把它拍攝完畢啦 那樣子 其實到時候這樣辦也比較輕鬆啦 不然事情都還沒做完 我們吃得下嗎 對啊 明天要錄影今天吃什麼尾牙 不要讓我帶牙死啊 通常人家尾牙都是在什麼時候啊 是過年前的 其實現在差不多就很多都辦啊 已經陸續再辦了 其實通常會在1月26號以前 1月26號 因為1月26號尾牙就最後一次做牙嘛 那就是26號 就是要看農曆的這個日期就對了 農曆的12月26號吧 然後今年好像是就變成是1月 國立的1月26號 喔 這麼剛好喔 對啊 但我們沒辦法我們就是 對啊 那時候正忙 我們的課程大概就是那個禮拜 23還24那個禮拜會拍完啊 所以就是可以就是約下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2月初 接近過年了 對大家就是 然後這資方要辛苦一點啦 就是年終要記得給人家 你現在跟我們喊話嗎 欸好可怕喔 今天有聽過朋友說 瑋牙吃麥當勞就好啦 我告訴你這絕對是隔天就收到離職信好不好 對啊會沿上吧 等一下 瑋牙吃麥當勞好像是我們第一年還是什麼時候 對 那時候沒有員工啊 只有我們三個人 然後加一個外卡多多 我們有尾牙 第一年 我們在那個甜點店裡面吃麥當勞 對對對 那個場景在你們店 對對對 在紅磚牆前面 對但我覺得 那個期許是每年應該要越吃越好啦 對啦 那我們今年是一個人的扣大是2000是不是 差不多吧 一般的尾牙應該差不多吧 一兩千吧 你說什麼2000 就是一個人的扣大去 飯錢 對啊一個人2000 一桌十個人就是那一桌這兩萬嘛 喔 這樣去算啊 看要辦多小的菜色 其實也不一定啊 我記得我們有一年好像也大概七八千 那時候也吃的蠻好的 喔對對對 在一個地下室是不是 一個水餃店的地下室 去的人都想說今天尾牙吃水餃嘛 沒有人家其實是有盒菜 吃的還有把蒜菜擺到鍋欸 那個很特別 很好吃 我覺得那一年也蠻熱鬧 這就是去年啊 今年應該會比較盛大一點 喔對因為算是我們有員工的第一年尾牙 對正式有員工 對所以不能漏氣就對了 對 我們今天設計很多禮物都是我自己想要的 然後我的目的就是他們如果當天沒有需要 我再用六折幫他們買回來 六折喔你不是說八折嗎 沒有不要現在改了六折 你要現在轉現金就趕快趁現在 不然你還要被蝦皮收手續費 有一點神秘感到時候到底什麼禮物這樣 好好好 那我們來 我們要正式來開錄囉 來來來來 歡迎大家加入討論 來 有問題就隨時提問 沒錯沒錯沒錯 好來5 4 3 2 大家好歡迎收聽驗世話加強 我是國民小姑娘 我為了要請到的是國民老公 大家好我是Taco 我們國民女婿 大家好我是大掰 好啦那我們其實頻道已經創辦大概五年快滿了對不對 對那我們從一開始其實是以甜點教學的這一個 甜點教學起家 是不是現在有聽到朋友聽到這邊說 蛤難道我叫教練 只要過你喝飲料或吃東西 現在新的人說這個不是喝飲料的頻道嗎 你看他們logo上面還有一杯飲料 不是真的我們真的要跟大家講一個良心話 就是說雖然講這個有點政治不正確 確實我們的頻道是因為疫情這個關係 其實佔了一點紅利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可能逐步出霧 然後大家會想要學一些 在家裡就可以完成的動作 對那甜點本來就是一個很討喜的事情 對很多女孩子 或者是對烹飪有興趣的人 其實她都是一個可以療癒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是靠這個 累積的蠻多收視的觀眾朋友 直到後面就是疫情解封之後 大家可能會出去玩 那變成說對一些生活資訊會比較有興趣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就是大家一起討論 可以帶大家去吃吃喝喝 甚至是開箱 講但其實也有很多人跟我們反應說 Nanako你都不交甜點囉 多變人吃吃喝喝頻道 對啊 所以我們也是有經歷過一陣的症痛期 這樣子 對 其實那個是逐步在修正 我們也不是說一下子全部都不交 不交 其實那個比例是一直在微調 那也是跟著大家的觀看 一直去調整 所以演變成目前的這個配比 有人說叫我們莫忘初衷 我們的初衷就是賺錢 我們一直初衷沒變真的 沒變啊 我們的初衷好像不是勵志什麼 教所有人會甜點還是什麼之類 對 我覺得就是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你先講你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初衷就是賺錢啊 養家活口啊 但是其實我自己在做甜點的 我在拍教學其實我也沒有說 一定要讓大家看著我的影片去 一定要學會 但是我那個初衷其實是說 如果我真的在教學上 我想要帶給大家的觀念就是說 你就算不會做啦 但你至少要懂得它的過程 怎麼品味 對 對那你出去外面如果吃到某一個甜點 你就大概知道說它是怎麼做的 那它大概著重的是在哪裡 像草莓塔巧克力塔 它想要著重的精神在哪裡 我覺得你在享受那個美食的時候 你才可以更領略它 對不對 你了解這個東西 你拆分它 那你在吃的時候你比較會有感想啊 對 不是呼倫吞早吃完就算了這樣子 或是吃得出它的精華所在 對啊 我覺得反而我覺得這種是我希望帶給大家 當然你有時間去做我也覺得蠻開心 畢竟老娘的甜點目前如果你跟著做的話 通常95%以上大家都是好評啦 對 這是我最驕傲的地方這樣子 我必須要坦承 我在拍這個節目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塔類的這個甜點的種類 我真的不知道 對 我也沒吃過 我是第一次因為拍我們這個節目 在吃到原來檸檬塔 巧克力塔 對 原來有這樣的滋味 然後這樣的組合這樣 我也是拍這個節目之前 嗯 我節目中的甜點可能就只有85度C那種 啊 評價 評價 草莓 草莓雪妹娘 就是 貴竹熊 欸貴竹熊好好吃 那種植物新鮮奶油或是什麼一些 反正我就很可愛 對 那確實拍了或是 你開店去吃你們給你們哥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 其實甜點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 然後再藉由這個 再去接觸更多的甜點點 對啊 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 確實在拍影片教學之後 開始慢慢有一些 平平的像金舌頭的系列 其實也是 我的初衷是 沒錯 雖然那可能就是比較好 在節目的怎麼講 編排上它比較好呈現 反正就是我吃 然後我講 感覺比較順暢一點 但其實我那個 我覺得金舌頭的節目 反而是可以帶大家更領略那個 甜點的滋味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吃的平價的 跟一般家常的 甚至是高單價 他們到底同一個品項有什麼差別 那其實我很喜歡的就是說 那個甜點一定是要 人福其民嘛 就是假如它是伯爵的一個蛋糕 它必須是要伯爵很突出 不要就是說 它取一個就是伯爵蛋糕 但是它沒有什麼伯爵味 那對我來說就是很扣分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這個節目就是 慢慢的我們節目 本來從教學開始變成品嘗之後 會我覺得就吸引了更多的 更大眾化一點 就是我不想學甜點 但我還是可以看我們頻道的東西 對 就是回歸到那個初衷的問題 像你是想要多賺點錢嗎 那做賺點錢當然就是 我們要越多人看越好 對 然後大白的初衷是什麼 大白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初衷就是做節目啦 因為我就是做節目出身的 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影片有很多人看 對 相關製作的東西有一些回饋 那些是我做影片的動力 那我以前也有待過那種 他是自我網路電視的 然後觀看率非常的差 你會越做越無力 對 然後慢慢的我們其實 一開始做也沒有很多人 但是其實那個回饋很多是好的 然後那些 從十幾個留言到後面幾十個上百個 然後觀看到幾萬 其實這個過程都是我覺得很 一種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的東西 對 所以當假設教學到一個瓶頸 或是收視在 教學的品項收視在下降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可能成就感 或你那個初衷就會減少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拍一些 我們自己覺得有趣 對 或是覺得觀眾會覺得有趣的新東西 對 這就是初衷 對 沒錯 其實我們一直沒有變 所以他口的部分也是這樣嗎 我的初衷嗎 就是 就是 就不太會拒絕 就 帶來找我就答應 所以我的 我沒有什麼拍攝初衷 我說 那時候覺得 反正有空 那就一起來玩吧 那我也沒有限 但是其實我想要拍得開心 對 但是當假設今天大家都糾結 我一定要生個甜點 可是 其實我們拍了五年 那個也幾百道甜點 對啊 其實我們會的 或是Nanako他擅長的 或是覺得 他有自信好吃 因為他一定覺得好吃才會交給大家 對啊 那講坦白講 你做幾百個甜點 其實 也快差不多 進崩了 對剩下有些可能是太艱難 或是不適合普及的一些東西 對啊 那所以 這樣大家硬丁也很痛苦 硬推出一個我們自己覺得 也不是很OK的甜點 對 我們自己也很痛苦 然後我初衷就是我想要拍一些開心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拍得開心 然後你們看得也開心 對對對 就不要互相為難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當然確實知道說 我們一開始是吸引到大家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甜點教學 是有趣的 甚至是他做出來的成品是不會讓人家失望的 可是其實到後面就是大家的生活型態或收聽習慣改變之後 其實我們還是會在我們節目上 像大白講的 他是會慢慢做出一些調整 對對對 對 然後我們總不會就困死在那邊 就是說我們 我們是一隻魚 那發現這一口井已經快乾了 我們總是要去尋找其他水源嘛 對更大的井 對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頻道沒有其他的income支持下去 其實我們就會慢慢被淹沒 就是你連看都沒有 就是你看不到我們了 你知道嗎 YouTube上次就這樣嘛 你就是要人訂閱 然後用人訂閱他就更曝光 如果做的東西訂閱率下降 他就反而更不會被推出去 很多聽眾說 我就還是喜歡看你們做甜點 希望你們就是focus在教甜點就好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focus在教甜點 到時候就是這個點率越來越小 我們到時候就會整個消失 他沒有硬看我們人整個頻道都沒辦法做 就連一道甜點都看不到了 真的 我講的是實話 所以我們必須做其他東西來養一些甜點嘛 而且其實那時候我們有開會 就是也有說還是乾脆全部轉型 但後來我們的公司就是說沒有 就是一定至少每個月至少一支或兩支教學 對 就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畢竟做甜點起家 那我相信有很多聽眾或觀眾是 想要看我們繼續教甜點 沒錯 當然我們現在能力或是已經有一個瓶頸 或是因為整個YouTube的趨勢 對 我們必須減量 但是我們還是想說還是維持這個 有一個kigetsu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盡量至少一個月出一支 或是兩支之類的 對啊 觀眾的回饋啊 其實我們都有看 我們都有在看 反而是說關於甜點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的策略就是 如果有一些新潮的話題 的甜流行的東西 我們就幫大家去破解 或去追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轉一個方向 像布丁對決 或檸檬塔對決 其實我們把它轉換成 可能比較有趣的企劃形式 像大師的食譜PK 對 說不定哪一天我們又做什麼 網紅的名師的食譜PK 對啊 就是比較好玩的東西 或者中式西式這種 毛語頓對決的PK 說不定都很好玩的 對比較好玩 我們自己也覺得這種東西 自己在想企劃的時候 會會會心一笑啦 我們還是會覺得 蠻幽默的 我們就會有做動力 而且雖然資數下降 但其實我覺得每一隻用的歷斯 可能早期在拍攝的更多 比如說你剛剛說 那個大師系列 其實那個一次等於是做兩隻 雖然一集 但其實裡面就兩個甜點 而且你還是比較特別的食譜 其實拿口條 花更多的時間去準備這個東西 對啊 你看其實如果真的 你是初期就開始關注 厭世甜點店的人 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應該也會知道 我們中間的轉型或用心啦 就是說我們從比較簡單的 一道單品的食譜的教學 到後面演變像 剛剛大家本來講的 它是兩個甜點的對決 甚至是免排隊系列 就是說我們其實都還是 有在跟著這個社會的脈動去走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確實我們的壽視 那個數據就是擺在眼前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就回去 教一些就是 大家常見 然後又很家常的甜點 它的壽視率就是 一直是那個樣子 這是我們自己都在評估過 可是今天我只要帶入一些生活上 就是說 現在日本或者是韓國 台灣在流行什麼 然後我去破解它 其實這種符合 時代脈絡的東西 反而它就是會有曝光 有話題 有話題 就是說現在在流行什麼 可是你看 我也可以在家裡 難道就做得出來嗎 我覺得這樣反而會引起 一般普羅大眾對它的興趣 甚至你本來有在做甜點的 你也會想要嘗試看看 在家裡重現這個東西 復刻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反而的企劃 其實是一直有在進步啦 對對對 一直沒有在做很 在往走回頭路那種感覺 其實我們就把質量提升啦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新的企劃 也還在籌備中 陸陸續續有機會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甜點的題材 再玩得更好玩一點 對對對 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就是有新的員工之後 像我們其實前幾集都聊到 我們三個其實是比較 怎麼講 沒有在看一些比較 死心 死心可能我們 我比較少看啦 因為我是一個蠻守舊派的人 我們youtube的真的看很少 而且其實你知道甜點是都有 就是每個 我覺得每個匠人 或者是每個就是 有一些技術在身上 他通常都會有一點比較固執 像我就蠻固執 就是說在甜點 他明明好好的東西下 你去做一些實驗 有的時候我會放不下 你懂我意思嗎 對有時候我會說 不要玩食物 對不要玩食物 對不要浪費 然後不要玩食物 可是其實在現在的一些可能 潮流或趨勢 現在大家很喜歡破壞重建嘛 每件事情都一樣 也不是只有在甜點 我甚至覺得很多料理 他一定都是這樣 他都會破壞在重建 再就是做出一些變化 看我們像之前 舉一個例子好了 像之前那個壓扁可頌 那確實我會覺得他很無厘頭 就是他明明可頌 本來是應該吃他中間蓬鬆的口感 對 那你今天壓了他不就是代表 你把他原本要呈現的口感 整個弄到消失 他就不能叫可頌了 可是為什麼他會有風潮 這件事情是值得我們去討論的嘛 對 而且我覺得可以讓大家有新的角度去看一下 甜點 它說不定有很多種表現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後面還有做了一個 大家之後可以期待一個另外一個新企劃 是衍生在這個基礎上 對 我覺得就是蠻有趣的啦 對我們來說 玩得很開心 對 那一集蠻期待的 我就覺得我還蠻快樂 其實經過像柚子他有時候在挑剔 他會去挑到這種比較新奇的東西 甚至大白去輔助他 然後我看了覺得 本來我有點抗拒 我想說好好的東西 你把它用到這樣不吃錢是怎樣 對不對啊 可是問題是人家就會流行 你就是要懂得去接受 對 也算是拓展自己的視野 也就是跨出我們自己的老的主持圈 對 擁抱一些年輕人的想法 我們以後看年輕人可能會覺得 有點受不了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可是我們就不能像我們的上一輩一樣 像我們的長輩可能會覺得我們就是愛搞怪 那我們現在可能步入中年的 會覺得現在年輕人怎麼那麼愛搞怪 對 一樣的邏輯 可是我們要試著去接受新的角度 人家有些長輩也很愛搞怪 對 你說結映嗎 又回來 你說結映嗎 直接偷臭 對 那你以前像我們 其實真的我是 我有感想就是說 其實我們頻道啊 有時候帶像Sugar Daddy帶你吃 然後甚至是有些金舌頭 我覺得那都是給我們有一些 經驗跟一些視野啦 像我們之前去吃頂泰豐這件事情 好了 我真的 因為我很少 我自己的生活型態 我很少上館子吃東西 所以那一天我們去頂泰豐 不是吃那個巧克力小籠包嗎 對 我心裡是不可能接 我就是 我自己不會想到這樣結合 可是你看人家其實是一個很 很 算是老牌的中式餐廳 可是他可以做出這種 中西合併的口味 代表他是有市場價值的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吃到那個巧克力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他至少敢做 阿不然還是你教會怎麼做 我這時候 你說巧克力小籠包 免牌對嗎 是有多難點 你太多 你太多難點了 他自己作為一個小籠包的第一品牌 他有這個企圖心 在這一塊插旗 做一些創舉 對啊 你說那個小籠包 他其實你看他 他不是有專門幾折的這種功力 對對對 用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去做這種很突破的思維 我覺得這也蠻厲害 所以反而你應該要多試看看一些 比較新奇 新的變化 大膽的 對更誇張的 回應一下線上的聽眾好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像我們要單飛的感覺嗎 沒有吧 有人說不要單飛 或是什麼 沒有 因為可能上面一個留言就是說 等我們各自茁壯之後可以各自拆家 目前應該是不會 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我們今天才聊完明年的一些大方向 好像沒有聊到拆家這件事 還沒有 好像沒有人就是有這個線頭可以讓我們拉出來 所以說明年不會 這是肯定的 未來太久了 不敢保存 2024不會 對對對 剛剛董事物會完都先畫牙 我覺得現階段我們是都還算方向 想做的方向上面都還算一致 而且我們集體去創作比較容易可以做到比較 達到一些不一樣的高度 有時候自己夢想不出來 但是一做一下大家一聊 因為突然有個想法 或者是我們今天開會前也想不出 明年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想做 但是開會突然一個idea冒出來 對明年也會有新的計畫 我們會想說我們公司或是頻道 每年都會做嘗試一個系列新的東西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先保密 保密啦保密啦 其實講到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對明年的這個計畫很期待 我真的期待有一些新的一些東西出來 像今年的新東西是Podcast嘛 我們亂念 就是也算是 把器材錢賺回來 當然就是只賺回器材錢 但是我覺得有一群 比如說現在都有 每固定有三五百個人 聽我們拉賽 真的 不離不去我覺得就是一個 蠻成就的 有人通勤的時候在聽我們的這個節目 之前不是有那個什麼 Spotify那個 怎麼收聽前三名Podcast的嗎 有人我們是第二名耶 我都會哭了 太感動了 很特別耶 你頭不聽古玩 對啊 頭不聽台通 擺領過了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確實有 可能在某些人的那個生活裡面有起到一個作用 我覺得這樣價值就有了 很有成就感啦 雖然量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蠻珍貴的 所以就是我們明年還是Podcast才會繼續做 還會繼續 對 但是直播的形式 可以換一下 有可能我們在考慮要不要調整 但是確實還在討論 如果有一個定案在跟大家 對 比較成熟一點 這個計畫出來 先賣個關子啦 不然現在是什麼東西講出來了 我們今天會就擺開了 直接被操走嗎 這有什麼好操的 這是我們明天是要脫衣舞秀嗎 免脫衣舞 還有TACO的健身頻道之類的 終於要賣肉了 走向新三社 終於要賣肉了 我們現在開始罵政治人物 做五年才發現流量密碼 我真的覺得林州罵這再有什麼猜謀 就比不上我唯一一個二頭雞 你在那邊賣那麼風燒動超久 然後韋威只要秀一下 真的 有一個短影音 然後韋威露兩秒 我真的不行 所有焦點都在韋威身上 韋威好可愛 他兩秒 幹嘛連他五官是怎樣 也不知道韋威好可愛 這是看到什麼啊 看到他的魂去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多做一點嘗試 然後讓大家看到 幹嘛 不同面向的我們 不要啦 謝謝Choco 謝謝謝謝 發發發 謝謝Choco 發發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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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要唱歌了嗎 唱今天要唱什麼 發發發 我沒有說謊 我什麼是這個 因為剛剛大阪有唱 我現在腦海裡都是這首 這是旋律對不對 這首很合情合情 因為剛才問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初衷是賺錢 我沒有說謊 你看又來了 又來聊天室 暴動韋韋真的很可愛 你根本 在頻道上面 跟你講不到兩句話 我下次就 他都不用講話 還是我們Podcast 有一天就請韋韋加班 我們拷問他好了 你覺得你一杯說可愛 你有什麼感想 我們是不是要錄一個 什麼年終QA 年終QA 不然我們這題留著問韋韋好了 找員工一起QA 這也是第一次有員工的QA 滿好玩的 這是韋韋什麼時候會想要露臉這樣子 對 也可以啊 你要讓他表態就對了 對對對 我讓他自己跟大家做一個見證 一個報告 你記得我們去年的那個QA 是有人直接脫口罩 是嗎 是去年喔 好像去年嘛 你那個時候還沒脫 我不脫啊 我就不脫 我有偶包啊 你們是什麼時候正式偶包 我記得那一集很 那一集很狂啊 就Taco講一講 然後突然就把口罩摘下來 死我了 對啊 所以今年是韋韋突然講一講 然後衣服就脫 衣服脫 不要現在亂開支票 他沒有答應 欸 我們在 欸講這個有一個花絮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我們不是上禮拜 柚子有發花絮 就是我們不是在玩那個熱壓機 然後韋韋不是有幫我們壓嗎 集中一張圖嗎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不是說 一直在壓的時候 一直跟他講說韋韋這樣很熱 你外面那一件 要不要脫 他好厚 欸他死不脫欸 我想要幫大家摸福利 沒辦法 要想辦法幫大家把它開發一下 我就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你練那麼好看 就是應該要造福社會 不要獨享 獨樂樂不如撞樂樂 那你不是也練得很辛苦來啊 沒有我現在 體質還 不是體質還太高啦 等我哪一天突然出寫真 大家還要支持一下 明年的計畫是這個喔 明年的計畫是這個喔 明年的計畫 我講這個計畫 沒有喔等一下 358 358要賤賣 不要誤會 以而傳而 358塊賤賣 聽完這一集說 男男朋友明年要出寫真 而且我如果出寫真 我裡面有兩個彩頁 就是韋韋跟Taco 我要讓他們兩個來抬轎 沒有你再多一頁給我吧 我覺得你應該先不用 不然我把我兒子的寫真放進去啊 你不是說全弱嗎 對對對 他現在可以露 該不是3D的那個照片嗎 超音波照 你應該把你兒子的屌都露出來 那超音波沒關係啦 為了頻道好 對啊 就是小時候就要幫忙 分擔一點家務 畢竟我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你說是就是啦 你說是就是啦 然後是那個 海奎爾啊 或是那個 Kid the Rick 謝謝 是那個OHW 他送那個會集 這個會集就是會員資格啦 因為我們有開通會員的制度 會有一些專屬影片 你抽到的 趕快就現在去惡補一下 我們之前的會員專屬影片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你沒有拿那個Taco唱歌 對 對 假設你是第一次拿到會集 你可以把去年 好死喔 這兩年 你講這個推銷 都不會覺得羞恥 對 我還要怎麼臉好丟啊 Taco唱歌的那一集 下面很多人留言說Taco唱歌 戀愛了耳朵懷孕啊 耳朵懷孕啊 好噁喔 我真的覺得好噁喔 我要先打預防針 我覺得為什麼我沒有桃花 我的桃花都被韋圍跟Taco擋住了 大白的風已經解除了嘛 因為大白已經變人夫了 就你跟韋圍在害我 害你啊 就是那個桃花都是一直反射回去啊 你有左右互法 你看我們三個人同框好了 那一張照片 大家都在聖戰 不像是聖戰Taco 不像是聖戰韋圍 沒有還是比較多人在聖戰你美好不好 沒有我覺得那是美 但是並沒有想要就是出我豆腐 大家想吃你們兩個豆腐 大家對你們兩個比較有情慾 大家對我是這種就是明面上的稱讚 對 他們都稱讚我的靈魂 但他們都稱讚你的肉體 但我今天想要換一個不一樣的 難怪你現在在練那個肉體 對吧 我知道了 我現在只是想要減脂一下 真的吃太多 你們沒有職業傷害 你們沒有感受到職業傷害嗎 有啊 有啊 我肚子超大的 我就說了 這是為什麼我要開始運動啊 我也是 我真的覺得我們金舌頭拍得快 應該有三年了吧 吃吃喝喝大概三年了 然後我們有時候說出外景 因為品嘗你一定要吃到一個量 你吃一點點真的是吃不出味道 那其實那都是額外攝取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會有點小小的工傷 就是慢慢就是做久了肚子都出來 對啊 所以一定要趁現在趕快從事運動的習慣 像我跟Taco至少有一點共識 那我不知道大白 我也有啊 大白有 那太好了 我有努力啊但是不多 有想但是還沒做 有想啦 有想 我現在就是吃飽了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在家裡面那個立定跳 跳個100下 立定跳 做我安慰啊 樓下的話暴怒 可是就多少做一下啊 因為現在冬天外面又下雨 但是我上次聽Taco講說吃一個草莓大福 然後說要跑步20分鐘 對啊 差不多 我聽到我就嚇到了馬上再吃一顆草莓大福 一定要再壓壓筋的吧 你要擠滿一小時 真的太累了 我們那天去那個吃了一個草莓大福 然後柚子這邊看那個成分表 我說你不要看了大概就200多啊 因為這是糖嘛 然後紅豆那你一定是200多 200多聽起來還好啊 沒有沒有就是要跑20 要跑20啊 嚇死 你心率150要維持2030分鐘 大概200多大卡 天啊好累喔 很累啊 所以我就想我現在沒什麼運動 也沒太多時間跟心力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是吃少一點 我現在都一半飯 之前我就想說吃便當為什麼都要一半飯 你現在知道了吧 因為我以前就是飯桶 我很喜歡吃飯 沒有主要是因為我們都過35 那個基礎代謝下降很快 真的差很多 就是代謝啊 你吃的東西都是吸收快 但是拉不太出來 對 但是像你看我們有一個朋友叫石哥 他其實平常勞動的那個工作做很多 對 所以他其實飯量都是很正常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現在勞動的頻率太低了 對 我們現在都是做辦公室啊 出腦力啊 我們三個錄影就是做作者 除了外景啊 除了外景 除了外景多走幾步路 不然在棚內開箱也都是作者啊 對 我們這三個中年老男男 老男男 老男男 又要再結音 又要再結音 所以那我們現在要回來聊那個 學烘焙的心路歷程嗎 還是做教學 我覺得就是 跟大家也是可以順便工商一下啦 其實我們 剛剛開頭的時候有講嘛 我們一月的時候 就要把我們線上課程的正課拍完 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一開始 介紹這一個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考慮蠻久的嘛 對不對 我們其實好像從頻道做了兩三年之後 就有陸陸續有邀約 有五到十個找我們開線上課程 蠻多的 而且歷史很久 然後其實 我也是憑良心跟大家分享啦 我本來就不是科班出身 而且我沒有到國外喝過羊墨水 但我自己的食譜跟我自己的技法 都是我從自學 或者是 我也買別人的課程 甚至我有時候 在研發其他甜點的時候 去進修 靠自己的 就是我本來就有一點基礎 而且我們買超多食譜 然後就是會 用自己的方式去 去提升自己在甜點上面的一些技法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 到最後 其實為什麼今年會突然答應說要做嗎 因為很多人來談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至少 給自己這五年的一個 線上課程的一個總結 一個心法 把它化為最後一股力量這樣子 因為除了我們有點慢慢轉型以外 然後另外就是 以前都是弄很單點零散 它其實沒有系統性 那你可能做一道學道 但是 其實真的比較完整要學甜點 或是把Nanaco的精華全部吸進去 對 那你可能就是要有一個 有系統邏輯分章節啊 對 因為很多人他在學我們的 單點的那種線上教學 其實他都會受到很多回饋 就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去替換 或者他有沒有辦法用這個東西去做成別的 別的甜點的餡料 甚至是其他的部分 就是他只知道怎麼做 知其然不知所欲然 但是有系統學完其實那些問題 它其實就不會存在 你就不用單點 每次看到什麼就問 就是我覺得真的是跟我們線上課 就是目前的頻道是最大的差別啦 對 那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很多行程都已經排定了嘛 就是1月會把它拍完 然後2月就會正式開課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你們當時其實從一開始 像你們講的 一開始沒有對甜點很有興趣 可是後來拍甜點 看我做 吃我做的東西 你們可能也會有進步 那你們中間不是因為 就是頻道的轉型 你們後來不是學了那個嗎 餅級 對啊你們去考餅級這樣子 那你們中間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啊 就是或者是有些什麼 要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我想先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們決定 跟這個平台開課 或是決定在今年的開課 因為畢竟問了大概三五年 看很多人在問 其實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除了剛剛你說要做總結以外 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一直沒開課想說 我們到底找不到一個東西 可以突破我們免費教學的那個射線 就是我們免費教學其實教了很多了 對啊 但是如果又只是把它濃縮歸 或是換一個品項來教 我們自己有點 要收錢我們自己是有點過不去 對啊 我包超重的 對對對 然後一直想說 我們都免費 所以我們真的都拒絕了 因為想說 也沒有什麼人會付錢要看 或是他這個沒有什麼賣點 或是跟免費有什麼區隔 但後來會找這個平台做 他其實也不是很大 或是也不是那種專門在做烘焙的其他 做料理也不是 對對對 他其實本來是語言平台 他們想要初出嘗試不同的領域 沒錯 對對對 後來會決定是因為他們有 我覺得有聲控 那這個平台 這個功能 我們是在其他平台沒看過的 蠻新的啦 對對對 所以這是打動 我們跟他們合作看看 因為你確定 做烘焙它就會爆炸 你如果要再看課程 要暫停還是什麼 你的平板還是什麼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弄髒 對對對 因為這個就是說他們原本語言那一塊的優勢 他把它結合 然後應用在烘焙料理上面 對 那當然也是一種有點風險啦 但我們覺得 那這樣好像就有可以 稍微 抬得出場面說 我們其實跟免費教學有很大的不一樣 而且有差異啦 就他的工具其實就會有一點差異 我自己在用還不錯 我們雖然是第一個做他們做料理的課程 可是我覺得某方面來說 他們也願意在這一塊去努力 可以做 沒錯 就是這種APP的資源 包含一些教學的一些資源 拍攝資源的投入這樣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考量的點 因為有些很有名的課程平台 他們可能一直在出 他們已經出了很大量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 我們可能只是滄海一數 其中的一個這樣子 可是對於這個平台來說 我們是一個指標性 第一個他們要跨領域去做這樣 這個結合 對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們這一檔 然後再吸引更多其他的那個嘛 料理的老師之類 對 不然他們可能就是 因為他們是語言教學起家的嘛 對不對 但我覺得他把這個東西轉換過來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啦 對對對 在使用上還蠻方便 跨界的合作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 而且他把我們拍的好漂亮喔 你說我們平常把你拍草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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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這樣說 沒有這樣比喔 而且 沒有這樣比 應該說有些甜點品項 他雖然我們這些免費教過 對 男奧口教了五年 他其實進步 自己進步提升蠻多的 對 所以很多在精緻化 或是配方比例或是什麼 其實會跟現在在架上 已經有的甜點他其實都會有 都要不一樣 對 他其實不可能就是說從平台的 這個YouTube上面的平台的食譜 或者是做法 一樣不動包 其實不可能啦 所以我們就是會濃縮 然後把做法統一整理 然後或者是在食譜上面 會再更好吃更美味啊 或者是做法上面更精準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 為了活潑為了有趣 其實我們會有一大部篇幅 在YouTube上是沒有給我搞笑的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當然這種風格 比較幽默的風格 我們還是會保留在線上課程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開課 我就希望說帶給大家不一樣的 就是我會比較著重在於手法 跟整個畫面上 就是你怎麼去判斷這個 甜點目前的狀態 的質地 我就是透過畫面 透過畫面是可以去很完整的呈現 停留著畫面比較久 就我的臉反而變成是加分 平常我們教學 我的頻道是重要的嘛 甜點只是加分 對 比重或差在調整一下 如果不要臉 對對對 然後有聽中文問說 是未酸人的頻道 那是未酸人是什麼 未酸人是一個韓國的YouTuber 是一個韓國人 但是他也是 有在 做 應該不是未酸人 反正我們的平台是聰明學習 Wordop 對對對 未酸人也有在那邊開課 開韓文 一樣的平台 厲害厲害 對啊 而且現在好像還是 找鳥優惠 就是如果 真的有興趣想要完整學 甜點 或是整個吸收南亞口精華的聽眾 或是粉絲 就是盡快購買 真的 你就吸進去吧 沒有 現在真的很划算 你就給我吸進去 好 那剛剛要說什麼 就是那個你們秉級烘焙 你們去學的時候 你們也是自 你們也算自學啦 對不對 也沒有去上課 沒有 你們就是看著食譜書 看著其他老師的一些影片 然後借我們的廚房去實作 我的秉級老師就大白啊 喔 是嗎 對對對 他先去踩完 踩雷女王踩完之後 然後傳授你心法這樣子 就是我看他怎麼做 然後哪邊失敗 然後之後我自己試做 就盡量避開那個雷區就好 對 我怎麼準備 我其實是網路上看很多老師 他們在教秉級的品項 我全部都看過一遍 你說 不一樣老師的做法 對 我自認為我做蠻多功課的 可是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他們每個人的手法也不太一樣 對 然後你自己就好像 自己好像節長補短 節長補短的 但是其實那一套是有一點點 好像你練武功是隨便 隨便各家門派都給他偷學一點 其實那個東西是 是會有問題的老實說 對 然後 但後面我發現 比較好的做法 反而是我去翻專門的教科書 我依照某一本教科書 對沒錯 對它裡面 它可能各個品項都有自己的食譜配方 然後還有步驟流程 對然後我以那個為主 然後再去參照 某些老師示範 因為畢竟食譜書它是平面的 就跟我們現在要推的教學影片 其實也是類似 有時候那個食譜是平面 你就不知道那個細節到底差在哪裡 對就只是一個冰冷的照片 然後你其實 然後我在對照別的老師分享的影片 我把它兩個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準備就考過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不是太難 可是我覺得這前提是 我一直有在看 因為我們在拍我們自己的教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基礎抵制跟認知是有的 默默累積有蠻多鮮卑知識 對 其實有這些基礎 對而言來說我也不會那麼害怕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給觀眾很大的一點是 讓人家覺得好像唱嘻嘻哈哈的 既然就可以做完了 對 但其實大阪後面背後是付出蠻多努力的 對他做了一本筆記本欸 對 對 會有一本筆記本 會有一本筆記本 我只有三張紙 但我要講的是我的筆記 其實你從我們那一個烘焙網的影片裡面 它就是一個濃縮的 因為我採 因為像採雷的那些 有時候是不 老師在教的時候不一定會講 不會講啊 對 那我那個就是一個錯誤示範 所以就是真的實際操作的時候 發生什麼錯誤問題 那個影片裡面都把一些NG的東西剪進來 然後有聽眾說 還有一個多多教練在鞭策啦 沒錯 不過多多真的是 他其實也沒有搞控配品記 他是麵包 他是麵包啦 他是麵包 他是在旁邊嘴炮 一直喝酒 對但多多也幫了一些忙 是那個比方說那個蛋糕 海綿蛋糕或什麼的 因為你們平常也會做 對啊 然後確實在那個辦的手法 像那個海綿蛋糕 他的那個麵糊 他是全蛋打發嘛 對 然後後面要拌粉 拌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那個粉結塊 你是拌不勻的 對啊 但是你也不能太大力 對 會消泡嘛 所以他就那時候也都有提點一些那種 比方說在上面稍微繞一圈 表層先繞一圈一下 你不要讓整個都 沉底的才在繞嘛 對 對 我覺得也是有些小方法這樣 不過我覺得我會過 當然因為時間很有限 因為那時候就是大白菜會做 餅集的題目嘛 那我們想說如果都餅集好像有點無聊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亂做一些其他的 自己的那個食譜 對 甜點 我覺得有些道理就是相通的啦 對啊 沒錯 所以當你做過其他 然後你再去 當然我在考前還是把 所有品項各做過一遍嘛 對 然後另外再加上非常運氣 狗屎運 抽到跟模擬烤一模一樣的題目 我去一次模擬烤 然後還一模一樣 剛好是天使蛋糕跟泡泡 所以就這個 這像我有做過兩次 所以當天就是 喔 好 這天選之之 天選真的重要 這個是運氣很重要 如果它是巧克力戚風蛋糕 我應該就掛了 因為它有一個蛋糕皮的那個卷的 我記得你那時候練習好像失敗 我試過是失敗的 皮是整個掀起來的 對 其實那個我也有失敗 一半 我機率也是有一點 一半一半這樣子 但就是運氣運氣啊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老天保佑 對 在烤的時候 因為我們對那個大的打發機 又不熟悉 我們都是用那種桌上型的嗎 它是落地式的 落地式的 然後它放進去要升上來 對 不然它們打不大 我們忘記升在那邊 對對它升一半而已 它的那個 那個攪拌器啊 一大缸嘛 它有一個升降的 它以為它升上來的 但是它升一半 所以它的那個打蛋頭是 降在半空 腳都打在前面這樣子 在半空中 然後它打那個天使蛋糕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就在那邊空窄 所以我那個天使糕糕超不發的 但是還是給我過 對 還是有起來啊 而且還要真的 金考老師走過說 欸同學你這個沒有升上來 來提醒一下 不然我人家就死了 結果之後上面有發 下面還是液體有沒有 我覺得烘焙餅集它考什麼 它其實因為它是要你有一些 基本商用的一些基礎 所以它的份量都很大 很大 其實那個品項本身不會太難 你一般人在家練的話 小份量應該都可以成功 都可以成功 可是你今天是 放大 對一次要18個 18個20個 然後蛋糕一次要3顆4顆 對 然後那個氣風蛋糕要60公分啊 對它有一個高度 它沒有它就是整盤烤出來 大概要60公分嘛 你那一大盤 你那大概要60公分 蛋糕皮啊 對蛋糕皮啊 我想說這個就是說 丙級這件事情 像你講的 它其實考你就是換算嘛 還有一些學科的東西 然後考你怎麼換算 怎麼成於那個什麼 耗損率那件事情 然後怎麼蹭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 對一般新手來說 最麻煩的是那一個 就是你講的那個器材啦 就是你沒有那麼多東西 你三個蛋糕 抹你一個烤箱 你們家用烤箱是絕對放不進去 對家用跟商用的差異 叫你一次烤5個天使蛋糕 你的烤箱絕對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一定要去習慣就是說 他們到時候考場那個大烤箱大烤板 還有落地式的那個攪拌器 那個你沒有用過 你根本不知道開關在哪裡 就想要考還是建議去烘焙教室 至少去練習一個 對 把所有題組在那邊做一次 看你是上課或是 其實有那種模擬考的 單次的這種付費的體驗跟課程 或者是你借教室 它就會跟考場是比較一致的 其實你看那個大範圍那個 你說三顆五顆 其實那個五顆的烤溫 烤溫是一樣的 但是烤時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五顆裡面受熱那麼多東西 那個可能要差個十分鐘都有可能 對 所以這個都是一些細節 還有包含那個 我們那時候也是模擬考的時候才學到 因為我們之前都自學 然後那個一大缸很重 我們在那邊撈麵糊的時候 其實你就變成說用蠻力抱起來這樣 其實手很痠 但是那個老師直接有一個圓形的盆子 直接讓你靠上去 你說你這樣不是比較輕鬆嗎 然後原來有這種 這種小技巧這樣子 對 你借力使力 然後你用物品去把它靠起來 然後讓你比較好撈這樣子 對 都是一些小細節 對啊 我是想說這個秉級過了之後 像之前有聊 現在大白校的 步入其他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然後就要當霸了 然後我想說那之後可能收鹹餅啦 那明月蛋糕啊 然後可以自己做 可以做了 不用再找你了 抓之後可以做車車餅乾啊 然後那個錢餅乾啊 然後讓小朋友抓這樣子 大白人生重要時刻好像 蛋糕都是找你 都是給人哥 老娘都是發弱的 你看 第一次見面也在我們店 然後求婚也在我們店 拍婚紗也在我們店 性別Party也是我們店做的 我們這是什麼店啊 我要哭了啊 這個兩個理由啦 一個理由當然是 秀情啊 我壯感情啊 你早就變成烘焙房啊 你剛剛貪圖方便吧 第二個才是最大的理由 就是因為可以喝蟲雄 可以跟他討論一下 幫我克制一下 場地借一下 不用收場地費 沒有場地費 老派婚紗沒有給場地費 都不用都不用 然後給那個 那個他求婚那個蛋糕也沒給他算錢 人超好的 求婚的蛋糕 沒有算啊 求婚紗一個沒有算好不好 還有一顆這個欸 對啊 算了算了不要講了 再越講越傷心啊 你們一般如果借 我現在要開支票給你 借外面場地的話 一小時怎麼算 一小時兩千啊 賺到賺兩千 現省兩千 而且他們還下午就佈置 下午還不接客人欸 你這個應該 很好用欸 本店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好用 好啦那我以後兒子齁 直接任你當乾爹啦 好不好 不是我到時候 乾爹還乾媽 不是到時候 有一些就是 石獅子啊 你要幫我刻 名字在上面 送我一個石獅子 好啦你們 哪邊那個牆 如果壞掉了 尤其我會贊助啊 好啦 你要添油香啊你 好啦那之後那個 彌月啊 搜險啊 你就自己做啊 你就自己做啊 還是你要找他 他要找我 沒有我找別家好了 那個搜險饅頭 有些做得很可愛 對對對 搜險的就一圈嘛 那種刮紅線那種很可愛 直接花錢請別人做好 因為你真的 碰過烘焙之後 確實有些錢不能省啊 不能省啊 因為那些東西你光那些設備 其實你光一般人家裡面 要準備那麼些東西 或模具 其實你就很麻煩了 有聽眾說不然準備一個匾額啦 匾額 送你們的 妙手回春啊 會我良多 什麼有牌法 一家一世 症結牌法 症結牌法怎樣 這是什麼老姑婆啊 是什麼守活寡 守生如玉三千年 不是啊 三千年太多 好淺喔 那我就想問你們兩個 你們覺得就是讓教學這樣拍下來 你們有印象最深刻的一集嗎 就是 有沒有現在馬上就想起來哪一集印象最深刻 你說我們整個頻道還是只針對教學 沒有針對教學 針對教學 你頻道如果深刻了該不會是什麼 有妹子那一集吧 有妹子那一集吧 有妹子那一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那個最近的才 白安啊 對啊 片山珍珍 有妹子上結語 哈哈哈哈 怎麼直播啊 很久了欸 很久了 有妹子的都印象深刻啊 對 哈哈哈哈 太直白了 有妹子的盧數家珍欸 這支錄是你要的答案嗎 哈哈 我也可以接受啊 我也可以接受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直覺墳墓呢 印象深刻就應該是舒服咧 要是舒服咧 每次都舒服咧 天的真的是噩夢欸 你們要定在齒滷柱 沒有我覺得他有兩種印象深刻 一個是我們這個錄超久的 對錄超久 然後錄到可能下一次還要繼續錄 對兩點 對錄很久 然後第二個是 其實我覺得那集很好笑 對 那集拍的其實蠻開心的 你是說補拍還是正式拍 但是補拍還是一開始 第一次拍的時候 第一次啊 後面後面就笑不出來啊 但是一開始是蠻好笑的 對對對 後面一直失敗的時候 啊臉都垮了 對 然後你那時候不講話 不講話啊 因為我想說天啊 而且我其實壓力壓力蠻大的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共感太強了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睡沒關係 但是因為我就看其他人跟著我一起受苦 我就有點不好意思啊 新的聽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哪會更難過這樣子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都是可能八點他們那邊關店 晚上八點 對 啊我們下班 對啊因為我們都有正職 所以那時候是八點過去 然後開拍可能九點 對 那時候還會一次錄三集是不是 三集 喔我剛好那時候 那個時候兩集了 兩集 我們是一開始第一個月 好像就是連錄三集 我們那時候很瘋欸 對 那時候我好像記得我們第一集是布丁 檸檬塔 然後餅乾 對一次三集 是一天一個晚上錄完的 對 然後還改成兩集 但是我們通常都要錄到凌晨大概三點 對 然後那個就舒服 其實好一點是一兩點收啊 一兩點 舒服的真的就是破天荒 兩點半吧 兩點這樣 然後還沒有成功喔 還下一次再錄喔 對 然後隔天一大早繼續去上班 超痛苦的 我快哭了 多多好像也有留下來幫忙 他就有 他留到最後啊 所以你看你們大家都陪我留到最後 他那時候就說 我幫你備料 然後什麼時候 對 然後馬上弄 都不講話 都不講話 超僵的欸 超僵的啊 我看你哪咧 然後備好之後 又失敗了 然後多多說我幫你備料 對的啊 我幫你備料 一直我幫你備料 然後我每次就是 前面就是很低潮 然後看到鏡頭又要搶顏歡笑 我那時候想說我的一定要快垮了 哈哈哈 但是如果撇除這個後面 因為卡關很久的問題 我覺得那集是很好看的 欸那集說是也是 對我記得有三四十萬之類的 對 當初那算剛開始拍嘛 那時候有破十萬 那時候特別指標性啊 對對對 因為主要是很好笑 因為就是你要忍住不開黃槍 對對對 那時候是我們一開始是以黃槍 黃槍為主的教學頻道 我都忘記了 我現在 我對愛情已經絕望了 所以我不太開黃槍了 其實也有啦 還是有喔 對還是有在開啊 我還沒聽說沒看過那一集 就是回去看一下舒服 我再看還是覺得很好笑 很荒謬 而且你仔細看啊 因為我們補拍 那個時間蓄勢不一樣 他中間頭髮長出來了 本來前面頭髮 你仔細看那個併腳 長度不一樣 對對後面好像是 一兩個禮拜之後補拍 那個併腳流到本場 對我們服裝穿一樣 但是其實併法是變成的 舒服欸真的是恥辱柱欸 我記得其實前一兩年 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個很印象深刻 是我們收工的時候 然後各自說拜拜 然後在那個中南街 哇非常安靜 然後我們各自往不同方向走 方向走 其實那個畫面對我來說 有一種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真的有一種革命情感 對 就是一起在奮鬥 然後做頻道 其實我到現在我是想到我以前 草創初期的熱血 也蠻感動的 草創初期啊 然後還要忍著不生氣 還要照顧我的心理 還不能生氣 沒關係 心裡想說幹你好死欸 沒關係我們再次 我們再次 然後心裡就幹你 欸那時候是 我又知道 那時候雖然沒有收益 但是我覺得那個快樂是蠻單純的 非常純粹欸 對啊就是我們蠻 而且其實我們在有限的資源 你就窩在那個紅磚牆前面 其實我們也變得乏 要鬥自己或鬥觀眾朋友開心 像我們做那個仙桃 不知道你知道 有人自己做仙桃 我們不是把那個水養器拿來 做成仙氣飄飄的樣子 對對對 水分機 我覺得很白爛的 很苦手很白爛 很北七 那就是覺得還蠻好笑的 那還有一集是那個 什麼什麼 要越配蛋白餅乾還會死 是要拍綠幕嗎 綠幕綠幕 然後在那邊運動嗎 綠幕還有一個那個 綠幕是那個 在沙漠 然後還要拿那個噴水去噴你的臉 那個是 鳳梨汁 鳳梨汁 那只是收拾不好 但是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我們玩的蠻開心的那時候 我們前期就是變得反而鬥大家開心 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中間 我們中間也賣肉過啊 你記得嗎 在韋韋之前 在泰國之前 我們還賣肉過就是我的學弟派伯 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一定要有一個帥哥 然後來跟我一起做甜點 你看我們 我們沒忘初衷 我的初衷就是我要帥哥跟我做甜點 那是這麼簡單 我的樂趣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起我們最近都找妹子 對啊 我會想一起災病一定是個 對啊 我想起來一個帥哥 我們應該要符合我們的觀眾的組成嘛 都是一些同志或者是女孩子 你那時候有開了一個名單 真的 是一個帥哥 管林嗎 管林真的帥到一個不行 我們那時候沒有要 來再約看看 真的假的啊 我會哭欸 回歸初衷 我會初衷 約管林 管林來來來來來 經過今天這一集 我們想起了當時的一些東西 當時的初衷 我覺得就是真理是越變越明 聽眾阿光說 鬼王南瓜拍一聲推 幹嘛南瓜拍 初衷也是慘到不行 那時候是超爛 超好笑 但是我覺得好笑 超好笑 那一集是真的很好笑 南瓜能光拍真的是 我們cosplay的最高頂點 蔡小蝶說刺蝟 刺蝟是哪一集啊 刺蝟 就是你說我刺蝟 是馬德烈還是可麗露 有一集你罵我刺蝟 我說你才刺蝟 然後就是拼成刺蝟 你就是刺蝟 我記得你有扮相的還有月老 月老那集也很好笑啊 那少那個蜘蛛絲 在屁股後面一直繞 很沒禮貌 感謝那個萱 謝謝 謝謝 下一集直接找我 我覺得可能要抖 沒有 我們一直都找他 但是真的我們就是才自願 看一下哪一天突破新訪的時候 還是我們齁 要不要再走一個回頭路 就是說 我回去那紅東西要拍嗎 不是不是不是 特別戲劃 我是要講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 初期的時候是在想主題 我們那時候是都搭一個什麼 比如說情人節或者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甜點沒有到很難 對 就簡單 但是我們用很趣味的方式去呈現 對 但是因為我們累積到 到現在你可能會覺得 教那種很簡單的甜點好像過不去 那些朋友胃口也被養大了 對 我現在如果交兩元 我覺得就是明天就大概9000 一個晚上大概9000看 你拿那口交五年怎麼交這個阿美根的 對啊 他有將來才記 其實有時候難說 不管 沒有我覺得 今天我覺得反正偶爾 我們就回去拍那些很簡單 但是我們用很好笑的方式去做甜點 對 我的恥辱注就是南瓜派跟核桃糕嘛 還有什麼阿 再來阿 我們那時候有些主題確實很好玩阿 就是說 雖然有些沒有中阿 像南瓜派這個是沒中阿 不是 我南瓜派後來就看了一輪南瓜派 每個都沒中阿 哈哈哈哈 南瓜派 看不到因為台灣都沒人中 我萬聖節 就不喜歡 萬聖節真的不行 這是南瓜派的問題跟我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奉勸所有的觀眾 不管你有沒有做KOL 只要跟萬聖節有關的 就不要做 就不要做 你南瓜你如果要拍 如果將來想要當youtuber 你要做南瓜料理 你只能做南瓜龍湯 其他人都不要再做了 沒有笑 沒有人會吃 沒有人會吃 還有棒蛋糕 棒 阿青阿 阿青阿 我覺得那集超high的 那集超好笑的 阿青就是我裝備 後來他頂合力慢慢上來 在初期剛推的時候 有點可憐 我們也覺得很可惜 因為那集我是剪的 幹我覺得超好笑 超好笑 真的超好笑 而且裝MAN就是有夠白 那開頭超帥的 大家去搜尋那個 香蕉棒蛋糕 我再修再練大一點 我現在就來挑戰阿青回歸 五年了 阿青這批就是去國外禁修回來 禁修五年 出國生造 出國生造回來了 你大哥還活著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之前有一個網路傳授 你不要 我不行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傳看你自己想辦法 對不起 我好 你好 我好 大家都 盡心盡 盡思雨 你怎麼想別人 別人是怎麼想你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 反正真的不行 至少我們也開心 還是我們復刻 就是把以前的角色都找回來 再亂試 對 把以前的角色都找回來 月老阿 阿青阿 阿彌陀佛阿 阿彌陀佛阿 五年後的阿彌陀佛阿 都回來 五年後的師父 就是 不講 就給你一個方向 你下一次甜點教學 就先往這個 不是 一開始不是講好找帥 又做甜點 現在又變成這個 可以啊 兩集一集找帥哥 一集做甜點 阿有需要再為跟能哥做嗎 不用 太累了 晚上太累了 我還要翻桌子 我要翻椅子 我不要了 我回不去 我們現在器材又要搬過去了 還可以阿 muita ülke 劇友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去拍 對啊 我們就是愛情的大人 對不起喔 沒有啊 陳嘉莉已經有家庭要顧啊 對對對 我們現在包袱很重 我們現在有一些哏不能玩了啦 以前有其他證詞 所以我們那個收支就是隨便亂玩 對對對 現在不行 現在真的戰戰兢兢 以前都沒有收入隨便 有就賺到 真的媒體都有看滿滿回憶 真的我現在有時候無聊的都是看以前的片 我覺得可麗露那一集也很精彩 可麗露那集剪得很漂亮 因為他每個點剪得很坑坑有 我覺得那一集就是坑坑有力 可麗露坑坑有力 那集的教學你也編排得很好 因為你直接歸納出七個重點嘛 七大招在那邊 然後七大招他每一個都剪得坑坑有力 我覺得可麗露大家可以再回去看 我很喜歡可麗露那一集 你教學你也可以或許參考那一個 其實你有幫大家去抓出一些重點 而且可麗露是我們是不是第一次入圍走鐘獎 哦是哦他是一開始 就是哈哈笑 是哈哈笑獎是不是 你覺得你教得很好 但是人家把你覺得是笑話 不是第一次是布丁 哦布丁 我那時候第一次用真布丁 那個電鍋布丁去爆的 可麗露是第二次 新人獎那一次是用可麗露爆的 哦可麗露是讓我們入圍的 新人獎 新人獎 然後那個笑話是布丁 笑話是第二屆是不是 其實有點搞混 笑話是走鐘獎第三屆 但是是我們第一次爆 可是我們不是去年才是入圍最佳新人獎嗎 不是不是 是啊是啊 是啊 三十萬錢力行星是去年 那就是那個 第一次是布丁 第二次是可麗露 那這一次是那個那個蛋糕 那個飲料 一定要做蛋糕 我們就這三次 那我們明年要做什麼 現在好 看有沒有比較 布丁對決吧 布丁對決啊 應該目前想一想 是PK的那一個 手作是不是 我們要挑戰好了 我們要挑戰好了 看明年有什麼獎項 我們才有半年的機會 反正手作一定打不贏那個 台中那個大雅工作室 他們的手作坦克車 我們哪有辦法 對啊 你用甜點蓋座城堡 順便才有機會 蓋座城堡 巨大薑餅屋 船好了 扣天薑餅屋 一艘船這樣 然後我們都搭上去 甜點版澎湖 你要讓我死啊 然後還下海 出航 之前有很多就是玩那種 中港黃船 國外的有啊 他就捐一個甜點船 然後真的下海 他看到有沒有解體 KID笑欸 肚子餓 就直接拆那個船來吃 他們用一些什麼叫死麵啊 好不激勵喔 各種策略啦 死麵啊 還是什麼 然後比較可以防水的 好啦我們下次會 我們下次會蓋那個桃豬飲園啊 我覺得你有那種甜點式的包袱啊 就是那種純粹那種像 蓋個房子那種惡搞的 對有人會覺得 啊你又不尊重食物 不尊重甜點 對我不會啊 我現在其實抱持開放 我都把可頌壓扁了 我的最後一根稻草已經被壓垮了 你的防線已經被壓垮了 對 我現在為了大家開心 我可以做出非常多犧牲 像我之前拿著兩隻很燙的螃蟹在那邊打架 你看我是為戲犧牲的女子 有聽眾說 做龍舟然後下大家河濱公園 哈哈哈哈 然後讓那些消防 就是那個消防夢男唱你滑龍舟 對對對 你是要滑戲喔 欸這個講得很好笑 他說甜點版的潛艦國照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可以啊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試看看 很有創意啦 有些題材以前可能行不通 但是說不定現在行得通 對啊 我覺得大家 我覺得我們已經到這個 我們應該 當然在固有的道路上 我們要戰戰兢兢 可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做出很多不同的變化啦 我覺得我們都已經坐到這邊 可以再放一點 哈哈哈哈 可以再放一點 對對對 好 破罐子破摔 對破罐子破摔 這是好像不太好的 沒有破罐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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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摔還沒有摔 破斧成舟 哪一天的TACO被抓到 他已經是兩個小孩子罷了 我們再來破罐子破摔 或者是其實我在外面有個老婆 我們再來破罐子破摔好不好 現在還沒有到破罐子破摔 欸他很過分的 聽說朋友說 有種白手工女畫當年的感覺 你要想我當年進攻的時候才31歲 我們現在是36了 我們是應該往上走 我們沒有往下走 沒有我們就畫當年啊 你以前年輕氣色的時候還可以錄到兩點 現在我10點就是不行了 我現在就差不多了 電子已經見底了 對但是我們確實要想辦法把甜點 回到像之前的那種龍井 對啦龍井 我們盡量啦盡量啦 想辦法再提升啦 企劃端啊 下次就會做車輪餅跟良緣啊 我們要拍的 我們自己要拍的開心啦 對啦 因為現在一直想要專注於做出厲害的甜點 對對對 有時候方向對不一樣啦 對啦對啦 我覺得就把以前那些 愛看我們在節目上搞笑的客人抓回來這樣子 摳克摳克 因為有厲害的那一塊確實有一點取高和寡啊 真的 因為你我真的沒有對這甜點真的很有興趣 其實你也不會想要看的 對啊你反而像那種比較大眾的 像我們一開始起家的時候都是一些很 很簡單的 然後收視就簡單明瞭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簡單好像也都拍過 除非是更新什麼食譜或是 對啊 要想辦法再從原本東西還是要不一樣 這就是我覺得困難的地方 對對就是那東西雖然簡單 但它可能是有新版 或者是它我們之前沒教過 就是要有一些獨特性啊 對對對不然其實 因為太家常了 其實你去看其他人都大概有做過 像我剛剛講的就良緣 每個都在那邊做良緣啊 當然兩緣我們沒做過啊 對啊我是專門我沒做過 可是你一查兩緣其實超多 也蠻多的 而且它其實也做法也不難 所以我們就沒有往這個方向走這樣子 沒有啊我們這個就是我們課題 然後我們的企劃的問題 我們自己會處理這樣子 或者是大家真的甜點有一些回饋 我們其實都會聽啊 有啊 有一些真的你想學 你也可以提供一些參考 對啊對啊 但為什麼有些東西我沒有教 就是因為我本身也沒有很愛吃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對那個品項 我本來就沒有興趣 我就不會為做而做 因為我就沒有搭配的出來啊 因為我覺得我本來就沒有喜歡它 所以我也不會為了它去設計一個食譜 因為我本來就是覺得 對這個食材 因為我們上次啊 跟大媽聊啊 跟大媽聊啊 他其實從來沒有教過肉桂捲 因為他自己不喜歡肉桂 他很討厭肉桂 但是我也是有點說服他 我說你用西蘭肉桂 它是甜的 它不是辣的 他說肉桂他就是不行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被敲碗 他從出道到現在敲碗 七八年沒有就是死都不做 他也很硬喔 他也是一個脾氣很硬的女人 對啊 每個老師有自己的喜好 對啊對啊 好啊 那我們就是今天跟大家花一個小時 聊一下我們的頻道 這個氣成轉合啦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 我們明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對對 有時候寫真書 你開始要練身體了 對對啊就是寫真書啊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 六月開始應該就會出版了 會在那個折折木枝上面 對 因為開始在亂造謠 而且大白已經是要跟我討一夜全劍版 好 我們就有一個一夜的篇幅給大白 給我兒子啦 希望有一些毛的部分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啦好啦 結果我叫他露毛 結果他就露出龜毛這樣子 龜毛的一面 最龜毛的大白 聽多了說什麼小樓 問我們有什麼 有證照嗎 你是問哪一種證照 多一證照還是烘焙證照 有啊就是 我們有烘焙證照啊 然後多多有麵包證照啊 對啊 謝謝小樓的提問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一直問這個 反正最後時間我們 最後再工商一下 我們現在 現在課程現在是 很優惠的價格 對 想要學甜點的 可以上這個課程 對那你也可以安利你的 就是姐妹 就是你自己不想學 你安利他們學 然後做給你 對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 也看了我們節目很久 他其實已經不是新手 但我們的課其實也蠻適合 推薦給你想對烘焙有興趣的朋友 你不可能手把手一直教他 那你反而選一個 你覺得你可以信任的老師 然後我們幫他 其實有這些整理的影片 其實他也很快就可以上手 而且雖然我們課程名稱是說 給新手小白的 但其實我覺得你有經驗 不是全新手 其實在裡面也是可以學到很多 光是拿口的食譜就是 真的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是很好吃的 很好吃 尤其是 反正我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是 你那個 海鹽奶茶千層蛋 那個是真的很好吃的 那個超恐怖 超好吃 那個我不要講說麗拼什麼 大家也都知道在講誰 那個什麼 什麼小姐的 對對對 但是我吃過你印象 應該我最喜歡的 真的超恐怖的 千層口味 嚇死人 然後因為 課程裡面也有 教另一個口味的千層蛋糕 對 所以我自己是對你的事 不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相信你不是小白的 你有經驗的也是可以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價真的很滑 因為我們那時候設定除了新手以外 另外一個是跨境商用 其實這個家用跟商用的 這個 這個 階段跨過去 其實也是需要一些這種概念 其實我們的食譜 我自己身心 如果你真的將來 自己想要開個咖啡廳 你這些食譜你拿去賣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對 它的成熟度是很高的 對 是結合了我一些開店 一些客人的回饋 然後去設計的一些食譜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著重表現在某個食材 的這個重點上 我覺得一定是有做到的 你客觀來說 你現在花個三千塊 就買到這些十幾樣 而且其實很多樣 我現在數一數 也超過快十十五十六樣 你不要哪天 我們經過某一家店 然後師傅怎麼都 課程裡面都一樣 對都長得跟我的課程好像 那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啊 本來那就是你學的 就是你的東西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線上 跟我們一起討論 今天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線上討論 夜市花菜場下週再見囉 掰掰 趕快睡覺 掰掰 晚安晚 掰掰 謝謝謝謝 好